现在说的是 家如果现在开始进阶一下 就是反手撕 上选撕 就是手腕 你看刚才伯格已经说了 手腕引的幅度大小 这个就要稍微引大一点了 由前臂带着手腕走 由前臂带着手腕走 往回引 而且你反手压一点没问题的 这个反手撕 反手压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球你看没有 压着球的中上步 往前撕出去 然后手腕不是弹极 千万不是弹极 一定是转出去的 前臂戴手腕 接触球 就是大家找不好感觉 你们可以接触球的中上步 然后把球撕得薄一些 对 这是对的 不用加上那么多旋转 加一点点就可以 是的 你看我来 行你来一个 我给做个示范 往前撕 无非什么 我们手腕稍微回来一点 对 就是空间稍微大一点 是的 来你看一眼 我弓一个撕一个 弓一个撕一个 弓一个撕 看球打不着了 弓一个撕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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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的弓是 这 这么向前 对是的 撕稍微压一点点板形 接触球中上步 手腕稍微出去一点 摩擦一点 是的 来你们再看一遍 弓一个撕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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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弓一个 我的撕稍微往回拉一点 弓我就直接往前推就行了 好 推 推 推 撕 推 撕 推 撕 撕的时候 我们撕球中上步 稍微薄一点就够了 对 这个先学会要领 然后去体会 然后你们去球馆去体会 对 非常简单 而且你们撕的时候 不要认为这才叫撕 来 你看那个我们打比赛 或者你们看现代人打比赛 你们老认为这种叫撕 你们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 你们这么练就废了 没人能这么练 这只是 这是我们技术很成熟的情况下 应该怎么练 弓一弓 稍微薄一点 板形稍微压一点 对 然后接触球中上步 我们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稳定性 加一点点旋转 加一点点摩擦 慢慢练 手上有一定积累了 你们想怎么打怎么打 想怎么进阶 千万不要想直接 我每个球我就按照职业那么练 没人能练出来 是的 先把基础打好 对 然后再加力 对不 对 对的